哎哟啊 去见啦 哎哟啊 去玩 而且这乌龙球打得跟射门一样 打一摸哭了 在足球赛场上 乌龙球已经成了一道另类的风景线 总能引起球迷们的热议 在这项领域 我们可不输任何人 曾经诞生过无数的经典 下面让我们从中选取几个代表作法 第一球来自于2021年的中甲赛场 成都荣臣在收官站中对上了黑龙江冰城 在第62分钟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荣臣门将竟然直接将球抛进了自家大门 对方的替补习已经勒开了花 荣臣后卫一脸的难以置信 不知道荣臣门将此举 是否是为了致敬南雄泰呢 第二球来自于 23国族队阵一了 第51分钟 维士豪在后场完马赛回旋 高准一似乎被他转匀了 竟然将球推进了自家大门 这几较传球行云流水 会有巴萨师的进攻风格 而且角度也极其刁钻 第三球来自于2018年的中超联赛 排名榜首的北京国安 客场挑战上海生花 上半场不是阶段 奥古斯多先为国安攻入一球 第53分钟 埃迪不设进攻将比分扳平 第64分钟 马凯布的进球出国安再度反超 此时比赛已经来到第89分钟 国安如果过胜 那么将领先第二名努能三分 领先恒大十分 但维士豪的登场 却将这一切变得荡然无存 当时全场比赛已经来到了不适阶段 双方在国安的禁局前一片乱战 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维士豪竟然抢在莫雷诺身前 一脚将球射进了自家球门 莫里诺估计都懵了 受破性的乌龙球剑多了 但主动发力朝自家球门设的乌龙球 还真是活久见 这球让国安球员直接愣在原地 这个乌龙球的影响又多大 它不但影响了冠军走势 还影响到了维士豪的职业生涯 国安随后就将它转给了恒大 不过赛翁是马燕池飞服 在恒大队的维士豪竟然迎来了爆发 这几乌龙球真可谓是意义非凡 最后一球厉害了 绝对是世界级水平 它来自于2013年辽龙与新疆的男足比赛 第61分钟 辽龙内将球掉入新疆内境区 第一名新疆球员先是解围踢偏 随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第二名新疆球员本想来个倒钩解围 结果却让球加速了旋转 直接悬进了自家球门 球迷看到这一幕也是笑得前仰后合 这一球甚至被登上了德国的世界报 那么在大家的心目中 还有哪些匪夷所思的乌龙球呢 欢迎一起探讨 请不吝点赞订阅